月底學者成績 只要放榜重頭戲裹寫作文也月卷完畢 尤其今年第二大題 以花草樹木的氣味記憶為題 讓不少考生直呼一寫難溝 但月卷老師點出只要掌握關鍵 就有機會朝A家邁進 並不是單純去寫那個記憶本身 或者寫氣味本身 那兩者之間的關係才是最重要的 描寫氣味召喚什麼記憶 兩大重點有寫分數就不低 而除了大多以戶外出遊為主 也有的讓老師印象深刻 以蘋果樹融入阿公阿嬤的關愛 點出記憶也有味道是蘋果味 沒有什麼味道的多肉食物 也能帶出生存之道和家人關係 就連香水也能成為主題 讓老師給予高度肯定 他就扣上這個題目了 只要能描繪花草氣味帶來的感受 基本上都有B加等級 至於IP會降低作文水準的罐頭式文章 今年相對少見 因為他跟學生平常的經驗是很相關的 寫作能力的下降 拼音被發音混淆的情況 選擇成績2月23號就會正式揭曉 整天志願完3月底一階篩犬出爐 面試完6月14號放榜 提醒考生得備註重要時程 才不會錯失大學入場券 八十元佳婷 綜合報導